《小海豚》 《小海豚》 那接下来要给各位 介绍的这位呢 在我的心目中呢 一直都是女神 然后呢 她的声音特别地高靠 我亲切地称之为小海豚 有点肉麻 她是谁 没错 女神张亮颖 老师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陳你好 你好 亮颖 亮颖是四川的辣妹子 对吧 对 四川的 能不能先用四川话 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 大家好 我是亮颖 祝大家新年快乐 玩新日 我很想问一下 就过年大家都喜欢回家嘛 然后你过年有时间吗 今年会有的 会有 会陪爸爸妈妈过年 会家里的人聚一下 然后扮演一下家庭的那一种角色 那一般 你要是在家里过年的话 有什么样的习俗 如果讲习俗的话 那应该就是打麻将吧 对 四川人很喜欢打麻将 对 小时候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茶水妹 因为他们都不会离开桌子 对 然后除了年夜饭的那一天 那一顿饭 其他的每一顿饭都在排桌上 然后每个人一个很大的碗 然后饭菜都在里边 然后就给他们端到桌子上 那今天呢就谈到吃嘛 我也给你带来了一个 我们辽宁的土特产 这个你应该认识是吧 杏仁 对 这个呢 开性格 对 这个呢 板栗 真的 就你知道是不是 特别像板栗对吧 对 就是比板栗稍微小一点 尝一尝 特别的香 用我这个吧 你要不嫌弃的话 我嫌弃 但四川这一类就是 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叫鬼抓手 鬼抓手 四川也有这个吗 花生瓜子 就是这一类 你看电视 或者是做其他事情的时候 你会是一种惯性 你感觉不是自己的手一直在吃 是别人拿着你的手 就停不下来的东西 就很香东西 我们说吃香东西 就是像鬼抓手一样 不知不觉就会吃很多 就是手一直在不停地去抓它 对吧 对 这个如果好吃的话 我们辽宁出场组的话 就做一礼物送给你 谢谢 好不好 来到我们东北呢 其实我们东北也有 就是地方戏也好 就是民间的艺术也好 叫二人转 你知道 我知道 你了解对吧 其实前两次来的时候 他们还有教我唱一些 真月里来是新年啊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嘉嘉嘉胡胡胡 贓呀 小弟给老的拜年 这个调挺朗朗上口的对吧 对 对 这是我们在东北唱的圆调 对于你这样一个特别成熟的歌手来说 我觉得应该给你增加点难度 能不能稍微用比较流行一点的 这种唱法也好 或者是这种手法也好 给它改编一下 就调给它改一下 词不要改 然后让我们感受一下 这个小拜年 另外一种唱话 换个温情一点 温情主要是温情 比较简单要偷懒一点 对 将月里来爱是十年 大年初一头一天 家家都是团圆会 少提给老弟百个年 哇 好棒 好棒 我觉得半年最主要是一个节气 老的传统的歌曲 其实一辈辈的人唱下来 每个人都会 就每一代人有不一样的感觉 但是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团圆的感觉 其实说到亮影 就是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就大概是在十年前 跟现在的话 感觉有了天壤之别 从采访你之后 我对你印象就特别的深 你的每一步都在关注 特别是在2015年 我觉得对于你来说 你懂的 对吧 特别是丰收的一年 我可以不懂吗 你懂的 对 无论是爱情也好 无论是事业也好 都在盘高峰了 我说的爱情可能就是 大家应该是 只要是关注你的人 都应该知道了 我只是觉得 艺人只是我的一部分 我人生最大的意义 我自己还是在 你的脸怎么有点红呢 腮红啊 我会觉得我人生 各作为张亮影这个人的意义 会大过于当艺人的意义 因为我觉得做自己 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对啊 是不是你现在 只要是到哪儿工作 她只要是有空的话 都会一起 其实从我出道到现在 没空也是跟我一起 那今天来了吗 对 在哪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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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在这边 就是因为公司 也有其他的事情 因为要跟着我出差的话 就所有的事情 都在电脑上完成 对对对 还记得就是在演唱会上 应该是算是正式 让大家知道了这样一件事 对吧 对 是在演唱会上 是 当时是她向你表的白 没有 是我现在 真的吗 我觉得作为艺人吧 很多时候你的 你的光环会让你周围的人 不是很有安全感 然后也会觉得 就是想怎么讲 情之所至吧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好 家庭这一块的话 我们聊过之后 我们再聊聊事业吧 这个事业在2015年就是 007上映的嘛 对吧 嗯 然后伴随这007上映之后 你好像也被007唱了主题曲 是唱它的中国推广的版本 其实是同一首歌 同一首歌 但我觉得去年最开心的事情 其实是唱了那个 终结者的全球主题曲 对 这对我来说也非常好 就凭着张亮颖现在的实力 以及她的心态 稳扎稳打得走好每一步 在不久不久不久的将来 我们肯定能够看到一个 国际性的歌手 我加油了 加油 是吧 今天你来非常高兴 然后我也打算送你一个见面礼 已经很多礼物了 是吧 没关系 不差我这一个 好的 谢谢 好吧 OK 你打开看一看吧 奇怪的人像 打开看 好痛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好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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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痛